歡迎收看 11點 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 不上說 親如家人 之所以家人 就是無話不說 無話不談 可是很多時候 越是家人 秘密越多 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什麼瞞著你太太 我跟你講 這一點是我滿值得教的 我的手機我老婆隨時看 那是真的 行程他安排的 我該幾點回家 他甚至比我還清楚 他的提款卡他也不知道密碼 他的粉質他也不知道在哪裡 也不在我這 都是給芽芽 我有時候台中工作結束 開車回台北 中間中立我下去 去吃那個新米牛肉麵 講說神不知鬼不覺 吃個麵也沒什麼 我在重新上 交了她回家 我老婆門打開 你為什麼 他怎麼知道 你會 對 他真的是很透明 那是你 但是還是有很多家人間 還是家人之間 或是夫妻之間 還是會有一些小祕密 對 就是一旦這個事情沒有講開 你就再也不會再講 因為你再回頭再講 那就要大事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了 不同組的家人們 要跟我們分享 他們彼此之間的祕密 歡迎藍波跟姐姐 婦女黨 是 珞琪跟珞琪嗎 好,這是母女黨 來,接下來我們的保羅、林、子妤 兩位是夫妻黨 我們JF委員的蔡一帆 夫妻黨 這是夫妻黨 好 來,隱瞞過家人什麼祕密 婦女黨二十一年了 來,藍波老師,來,請貼條 貼條 來,第一條 你隱瞞什麼 我覺得其實應該想說 吃個東西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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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他所有的押稅錢的存款嗎 都被你花光了 人家是啃老花光爸爸的錢 你啃女兒 對啊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徹底 你知道他小時候人家送的那些金條 金手鍊 全部都很值錢 金子的價錢現在很高 三、四倍 以三、四倍的錢 但是我就直接慢慢地收集 因為你知道嗎 在我們家 在我們家 從以前到現在 因為我媽媽那個年代 她有七個小孩子 然後基本上都在國外 所以我媽媽一直跟我們講說 最後面留在 陪我阿嬤的只有我媽媽 所以我們常常有一個觀念是說 就是 我也是 阿嬤有這樣交代我 我會 疏讀越高越不孝 對 就沒有 就是 你也不必這樣子講 有很多人都是高材聲音 沒有 就去美國念書 然後就不回來 就是我從小就跟她講說 你不要出國 她有時候好幾次想要出國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你不要出國 沒有好事 我這個原本是要 我們的這些錢 原本是要拿出國讀書 難怪 沒有 出國真的不好 難怪我爸爸一直就是 強調說 出國真的不好 你留在台灣多好 爸爸每天接送 然後你要吃什麼 洗衣服都要什麼的 不是 我跟妳講 阿嬤有交代 我跟妳講 他們每一年的壓歲錢 妳也知道嗎 我們就怕他們亂花 所以我們當然就覺得 把它好好地存下來 一直存到 我的錢呢 妳是拿去上酒店 我會是這樣的嗎 拿一點點去而已 我們去買了一個房子 那是為了全家人 對 原可以 講說這筆錢很重要 然後我覺得 好像可以拿來當頭期款 然後我們就想說 可是跟他們講 他們一定在那邊挖挖叫 對 他們一定想說 為什麼要 現在有得住就好幹嘛 我說不是 這次是一個投資理財 這次是投資 這個就比較被妳花掉了 因為妳只是把錢 轉成另外一個產品 是 房子能保值還能增值 是 對 這是我們的說法 對 可是在他們眼中 就覺得我們就是花掉了 對 而且我覺得 寧可變房子也不要讓他出國 當然 當然 在台北出門都很危險了 何況出國 我跟你講 很多人都說出國增廣見聞 我碰過太多 各國都去 對 草包 不是講你 是你媽講你 你怎麼在講什麼 因為他媽媽有一次在看戲 來的說他是草包 你什麼都知道 我的人就是記性太好 真的 看過就不會忘記 我就常講一句話 你行萬里路 但是你卻沒有讀萬卷書 那就是郵差 郵差 郵差行萬里路 對不對 POSME 每天都在走 每天都在走 對 所以曾廣見聞 見識足或不足 跟出不出國 沒有什麼觀念 真的 對嘛 不一定要出國 還有 女生身上有錢 到最後結局是什麼 被男生還是變狂 變狂 太多了 繼續天聊 繼續 還有什麼 韓國老師 還有什麼 沒關係 不讓我出國 結果他還是出國了 你說謊 工作實際 六出國 對 就是那時候我們 就是我們有一個 很多六福村或是什麼 在寒暑假 不是都會有那種 遊行的表演人員 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們剛好就有接洽到 可能可以去 就是徵選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爸爸他們說 喔 我要去那個 六福村表演喔 什麼什麼的 然後兩個禮拜 實際上我去了 韓國 日本 兩個國家 完了兩個禮拜 耶 然後男婆老師 渾然不絕 當然不知道 喔 我做了 我真的做了非常多功課 像是 那個 就是 隱藏他們是應該的嘛 然後重點是 應該的 是一定要的嘛 但重點是 我還要先問一下他們 那兩週的行程 這兩週就每天都說 欸爸爸 你明天要幹嘛 你明天要去哪裡 啊你要跟誰約 喔 然後 就想到那些人之後 就是要剛好 把他們都平滴掉 喔 對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就是 之前有發生過就是 我出去玩 然後被爸爸的朋友說 欸 啊 女兒怎麼在宜蘭這樣子 然後被爸爸知道了 所以我這次就祭取教訓了 所以我就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他到現在還不知道 妳沒有去刑事局上班 太可惜了 對啊 所以妳說他身上可以留錢嗎 不可以留錢啊 所以妳去迪士尼 對 我去日本迪士尼啊 或者是神社啊 這當中 爸爸沒跟你通電話 你心臟也很大耶 兩週 對 說到通電話 這當中我爸 都有跟我就是打電話 聊天什麼的 然後老師警覺性不夠強 人在國外那個電話嘟嘟 就是怪 就是不太正常 現在都沒有人在嘟嘟聲了啦 不好意思 我們還是習慣打電話 妳是跟阿嬤講話嗎 還是 還是妳家是打開歌子 這一封信幫我送過去 抱歉 因為我比較傳統的 沒有 我覺得是我太厲害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 是真的有同學去熱淑森表演 我就請他們傳現場的照片 然後請我跟我 你應該用照片貼給爸爸 對 然後請跟我一起出國的朋友們 然後裝作那個 我一起表演的同學 就跟爸爸分享說 我們這邊表演 太陽很大 很累啊 然後什麼舞跳很多手啊 什麼這種 照南波老師神經這麼大條 會不會 會不會你有一天喔 妳在國外都念四年大學了 他還不知道 他還以為妳在六輔 這個有點厲害了 那妳社群怎麼辦 妳也不能PO文 沒有 我PO啦 我把爸爸的朋友 那週他們會見面的朋友 然後老師什麼 全部都屏蔽 全部都先屏蔽 都先看不到我PO文的內容 什麼是屏蔽啊 就是看不到 妳不用知道 妳不用教他 妳不用教他 不能讓他知道太多 我沒有PO 沒有PO 妳也不知道 OK 妳不用在這邊假裝 妳自己也不知道 別別是一種牆壁 屏蔽我就這樣跳 就是讓你閃閃 就是讓你閃閃 叫你看不到 所以我就變空氣了 不是 就是說妳在看 妳的社群 妳看不到他的PO文 照妳這種方式 妳很好用 妳如果出國對不對 妳要請妳朋友 一直提供妳球場的照片 妳就一直PO球場的照片 都一直以為妳在球場 現在更方便了 還是姐姐 其實妳從側頭側尾 妳根本沒有在腹棒 喂 妳在腹棒 有啦 妳到底在哪裡 不是 腹棒力 我們到底要被逼到哪裡去 國標也不能跳 連啦啦隊現在也不能去 我們還能去哪裡 好 姐姐再來 還有什麼秘密要跟爸爸叫 這個厲害了 其實 這個會有音音嗎 從小有被排擠過 被排擠 還是藍波老師被排擠 姐姐被排擠 被排擠很正常 對啊 可能就是 因為 就是從到現在 還不敢跟爸爸講 因為爸爸就是 會關心 對 太照顧 這個祕密就趁今天一次講出來 就是 小時候被很好的朋友 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 就是雙方父母 都認識的那種朋友 莫名其妙有一天就開始 排 聯合全班 排擠我 然後這樣大概持續了半年一年 這個很傷人 所以藍波老師都不知道這個事 女兒被排擠 完全不敢跟她講 我基本上 我覺得不可思議 而且我記得藍波老師跟他太太 都是會去學校的 對 就是會去幫忙當愛心 愛媽 愛爸 然後有時候還要 生日還要請大家吃東西 每一年 你都沒發現 吃我的東西還排擠我 對 可恨的就是這一件事 就是以前小打小鬧 但是可能就 會有點 就像那時候是國小發生的事情 國中以後就 現在就有點不相信 不太相信 不太會 就是很快地相信一個人 對 就會有一點這樣的 算是後遺症吧 就是防人之心 對 難怪我最近有一些網路留言 有幾個酸民就是固定 一直會酸 我來插下 沒關係 我要越來越發光 我跟你講 對 要發光 你就是要強大到一個程度 強大到讓自己變獅子 獅子不會因為狗肺而回頭 對 對不對 獅子如果要回頭 就是要吃掉那一隻狗了 就是這樣 獅子也可以 獅子也是 狼若是回頭 不是報恩就是報仇 不會 這些事情都是過程 會讓你變得更堅強 對 就是什麼樣子都去經歷 都去經歷過 現在就會 不會那麼在意了 對 就會知道 只是小打小鬧 你等一下再跟我講說是誰 對